在做Rodoblust游戏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是Instance 也搞不懂Object和Class嗎? 今天這部影片 我將帶你一次搞懂Class和Object 還有Instance的關係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doblust游戏 卻苦於英文能力 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 我將每個禮拜上傳 一到兩支Rodoblust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 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 給你同樣熱愛Rodoblust的朋友知道吧 什麼是Instance 我們直接看到Rodoblust的API網站 對於Instance的說明 我知道大家肯定懶得去讀這些英文 這邊我就大致翻一下 基本上他就是在告訴你 Instance是整個Rodoblust 所有定義的Class裡面 最基礎的一個 所有其他的Class呢 都繼承了Instance 這一個Class Instance 這一個Class 不能被直接創建出來 Instance 有一個Function 叫做 能夠使用這個Function 在程式裡把存在於Rodoblust的所有Object 給創建出來 這個Function要給它一個你需要的Object的名稱 之後它會Return 回傳一個被創建的Object給你 不能用這個Instance.new的Function 把一些Object的Class 或Service給創建出來 我知道我知道 整段畫裡面摻雜了一大堆英文 還有一些有聽沒有懂的程式術語 所以我準備了一小段有點長的懶人包 還記得上一支講Event的影片 我跟妳講了Object Browser這個視窗 我還跟妳說的Property視窗寫的Class name 基本上就代表了這個東西是屬於哪一個Object 讓妳感到非常混亂嗎? 在這邊我們一次講清楚 Class就是Object的規則 每當妳要創建一個Object的時候 Roblox會根據這個Object屬於哪一個Class 按照Class裡面寫的規則來把Object給創建出來 所以簡單講就是 這是一台車 它是一個Object 這是這台車的製造藍圖 它是一個Class 在造車的時候 工廠會按照藍圖Class上面寫的 把這台車Object生出來 別忘了我們的Object裡面都有 屬性 Properties 函式 事件 車有什麼屬性呢? 車的大小 顏色 車牌 這些就是Object裡面的Properties屬性 車有什麼功能呢? 它可以前進 倒車 煞車 這些功能就是這個Object裡面的 functions 車有什麼事件呢? 每當有人撞到或碰到這台車 這台車就會有警報聲或安全氣囊對吧? 碰到這台車就像是Touch的 這一個Event事件 了解完這些之後 我們要來談談計程 有些程式語言用的是Instance 而Roblox API寫的都是 Inherited 這個字還蠻難唸的 所以我之後都用中文的計程來講 這世界上有很多種車 像是跑車、吊車、越野車 它們都有著車的最基本該有的功能 但它們都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跑車強調好看、快、炫富 吊車是用來吊騎一些人類不可能抬起來的重物 越野車重點在可以克服一些比較難開的路 所以這三種車又分別有自己的Class 類別 不過這三種Class 繼承了原本的車的Class 讓它們這三種車都能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屬性、韓式和事件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不直接在三種車的Class裡面 複製貼上那些屬性、韓式和事件就好 還記得我們在方選這部影片裡面講到的 明明我們可以只做一遍就好 為什麼要自己一直不斷做同樣的事情呢 這也是完全同樣的道理 事實上這樣子的繼承是物件導向 OOP非常重要必學的一環 我們之後的影片也有很大概率講到 怎麼在Lua裡面使用物件導向 不過這會是一個非常困難而且很後面的內容 現在趕快幫這部影片按讚 讓我知道你真的非常想學會物件導向 不然這個頻道能不能活到那個時候都還不知道 我們現在點進robus API的網站 你隨便點一個除了instance以外的連結 往下看到屬性、韓式、韓式 你都能看到這一行 inherited from某個class 這就是在告訴你這個object的class 繼承了某一個class 這個繼承可以連續繼承好幾個 但你能夠自己來驗證看看 任何一個你點進來看的object 都會繼承instance 因為我們最前面的翻譯有講到 instance是整個robus裡定義的class裡面 最最最最最基礎的一個 所有的class都會繼承instance 只要其他object繼承了instance 你都能夠使用instance裡面的這一些屬性 韓式和事件 天啊我自己都沒有想到 我有辦法解釋class和object 這種你問每個會寫程式的人 答案都不會一樣的問題 我這邊要講的是 你如果真的很想了解物件導向 這類程式語言更深入的知識 那我建議你好好讀書 選一個資工類非常好的大學去念 資訊處理或商類的科系請排除掉 謝謝 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 在robus studio裡面要怎麼使用instance吧 這樣子打開一個新的baseplate 之後我們在server script service 新增一個script 我們最前面有講到instance 有一個new的function 可以幫助我們創建robus裡有的其他object 現在我們輸入instance.new instance.new 這個方學要輸入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你要的object的名稱 要記得某一些比較抽象的class或service 是不能夠被創建出來的 我們這邊把我們的老朋友pah叫出來 一個object被創建出來是還不夠的 這邊我們要輸入第二個參數 你要將這個object放在哪一個位置 也就是定義這個object的parent屬性 我們將它放到game.walkerspace裡面 我們按下run 你就能看到右上角的walkerspace裡面 出現了一個我們剛剛沒有新增的part 但是新增完這個part之後 如果要在腳本裡面 對它執行某些事情的話 還要額外去定義它 這很笨 我們不要做笨的事情 我們直接建立一個變數 來儲存這個被我們new出來的object 現在這一個變數就是我們的這個object了 之後你要對這個object進行任何屬性上的修改 只要直接使用這個變數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邊要強調一件事情 羅伯拉斯官方並不推薦你使用incidence.new的第二個參數 因為這會有一些效率上的問題 醫生都叫你不要這麼做了 所以我們不要這麼做 我剛剛說了第二個參數會幫我們決定 這一個object的parent屬性 所以我們直接使用這個變數 後面打.parent等於game的walkerspace 這會是完全一樣的操作 你肯定發現了 雖然在walkerspace裡面 有我們透過incidence.new創建出來的part 但是在遊戲場景中卻找不到這個part 它預設應該會在座標000的位置 也就是這個出生田的底下 現在我希望它的position 出現在座標位置10 0.5 10的位置 我們輸入newpart.position等於victor 3.new 10 0.5 10 按下run 你就能夠看到這個newpart出現在對應的座標位置 對了如果你想對這個part的屬性做修改的話 請永遠記得將點parent這一行放在修改完之後 因為這同樣會有一些效率上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做是最好的 好的基本上這就是instance的完成教學囉 在這邊給各位觀眾留下一個問題 你認為你在這部影片裡學到了什麼呢? 你能用instance在你的robus遊戲做什麼神奇操作呢? 趕快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吧 別忘了幫這部影片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囉 趕快分享這個頻道給你同樣想做robus遊戲的朋友知道吧 我是克拉克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掰掰